今天带大家看的这个样板间呢也是一个大平层 它叫做Clifton 室内使用面积有1816平方英尺 我们来看看它的布局如何 首先一进门呢就有一个正式的这样的玄关走廊 我们先看一下左手进门的这个卧室 那么这个房间呢也是室内所有的标配都是8尺高的门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它的这个层高全部都是9尺4 而且它这个门呢有额外的这种格调的装饰 看上去就非常典雅 这是这个卧室旁边的一个洗手间 它也是干湿三分离的设计 旁边的这个门呢就是洗手间使用的一个Linin Closet 用来放放毛巾和杂物非常方便 继续往前走 就是这个户型设计的一个Flex Room 用来做茶室棋牌室或者是办公室都非常实用 那么在这个Flex Room对面呢就是我们通向双车库的门 它的这个双车库的面积还真的是挺大的 而且这里进深进去又专门放这个热水器的位置 可以用来储藏杂物的位置 在车库门一进门的对面呢就有一个小的可以用来做job zone的位置 旁边就是一个入户衣帽间 这里放放雨伞 靴子挂挂大衣也是非常方便 而旁边这个门呢就是空调机的工作室 这开发商全部都使用的是Carrie品牌的空调机 那我们退回来到玄关继续看一下它的生活空间的近身和面宽 这里面是三面通关 光线非常棒 大家看它这个厨房的样板间呢是使用了这种42寸的石木大吊柜 中间还有一个8尺高门的pantry 所有的电器除了冰箱都是标配 包括我们看到的烤箱 电子灶台 微波炉 那么它的这个微波炉呢并不是抽到室外的 我们的台下盆台下盆里面有垃圾处理器 还有这里的就是洗碗机 这些都是标配 那我想特别给大家指出来的就是这个户型 实际上的标配是36尺高的柜子 但是它有5到6个不同的升级包 每一个升级包的加价都是15000美金 你选择了这个升级包的颜色和格调之后呢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42英寸的全厨房吊柜 然后10英时的台面 以及这种木纹或者是石纹的升级瓷砖 当然它的地板也是会 它的地毯也是会额外升级的 那么我们在去后院之前 先带大家看一下它的主卧套房 主卧套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洗衣房 洗衣间的位置还是非常大的 这个开发商洗衣机和烘干机并不是标配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1米8的床 大家看它两边 用来放床头柜之外 还有非常多的空间 采光也非常棒 衣帽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洗手间的设计 洗手间里面还有一个额外的衣帽间 右手第一个呢 就是Linin Closet 这里是双台下盆 有足够的柜子和抽屉 它这里的标配呢 都是一个冲凉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衣帽间的大小 足足够用啊 当然在冲凉房的旁边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带隐私门的马桶间 我很喜欢它冲凉房上有高窗的这种设计 所以整个浴室采光就非常棒 那我们接下来再到后院 带大家看一看它后院的样子 它的这个后院呢 是有一个带顶的后院阳台 在这里放个躺椅餐桌都是非常棒的 这个后院后院面宽呢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它小区的会所和小区所有的邮箱 但是在整个小区所有的房子 后院要么是有森林井 要么是有水井 所以都非常安静 看完了房子 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聊聊我们对这个户型的想法吧 那么我们今天带大家看的这个大平层的独栋别墅呢 它是在一个55家社区 如果你想了解55家社区的话 可以记得参考一下我们公司上一次的视频 在视频里面我们有专门的跟大家介绍什么是55家社区 55家社区的利弊 购买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还有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55家社区好不好卖 如果大家对这一个55家社区特别感兴趣的话 可以参见我们上一次的样板间的视频 在里面我们专门有跟大家也介绍了 这个社区它的位置 它的发展前途 以及它的社区配套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 我对这个户型的想法 Clifton这个户型是在所有的这个小区的户型里面呢 我最心满意足的一个户型 那么这个房子的标配是有两个卧室 还有一个可以灵活使用的空间 我觉得对于大部分就是退休也好 财务自由了也好之后的这种主要是来享受 来佛州享受生活的朋友 可能两个卧室就足够了 大部分时间呢 你是用的是主卧 那么偶尔有朋友或者亲人过来小住的话 有额外的一个卧室也足够 这样子你就不会有太多的空间 用在了没有平时用不到的一些位置上 而那个灵活使用的空间呢 你可以把它用来做一个书房 一个茶室 或者是一个正式用餐的空间 它的整个这个起居室和厨房的设计呢 就非常开阔 所以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 要远远大于1800平方尺的房子 这个户型建完之后呢 它的价格一般是在32万到33万之间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户型的话 可以点击视频下的简介栏 看更多的相关信息 如果有什么我没有涉及到的问题 你可以在留言栏里直接问我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户型的话 也没有关系 记得关注我们 近期我们有更多的类似户型展示给大家 下一套房子见